如果你想翻身,千万不要忽视这两种人,他们就是你身边的宝藏,一定要去挖掘。 第一种人,和这类人相处通常会让你感到不舒服,他们说话做事都很强势,和他们交往会让人感到浑身不自然,甚至你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会发现自己的思维被一次又一次的否定,自己的智商在时时刻刻面临着被挑衅的风险。 他们喜欢独来独往,不看别人的脸色形式。 在普通人眼里,他们就是那一类情商极低的人,但这一类人他们通常是做事的人,和他们交朋友在事业上能帮助你成功,在情感上他们可以向你毫无保留,他们的内心通常是想善的。 但与他们的交往,需要你有极高的情商和胸怀,不然你很难靠近他,因为这一类人他们的关系往往非远极近,重质量不重数量,不与庸者为伍。 第二种人,较为高超,但极为凶险,一定要当心。 这类人一定要交,但不能越位。 你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生利益的关系时,如果你不能够清晰的认识到自己在这层关系中的定位,那么你将很危险。 保持一个安全距离,将是这层关系的关键因素。 这种人在生活中通常是一种老好人的形象,走到哪里都是一片和气。 他的笑容能够穿透你的眼睛,融化你的内心。 如果你在跟他的交流过程中感到很舒服,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和他打争共识了。 他只是向下兼容你而已。 当你在一本正经的和他谈事时,他们总是表现得糊里糊涂,但到他们真正做事的时候,却可以一呼半应。 他们的情商极高,圈子极广,极懂人性。 他们的钱都是别人帮他们赚来的。 他们表面上会只跟你讲情谊,却在暗中牟利。 当他们感到利益不平衡的时候,他们会利用感情稳住时局,但时机成熟的时候,会丝毫不计儿女情长,踢你出去。 和这种人交往,让你真正认清现实,了解人性。 与他们交好,会让你成长。 交不好,也会让你退归。 听到这里,我建议你再听一遍,想一想,现实生活中一定遇到过这两种人,你一定会有更深的灵魂。